稍微要發出來一點點 下面的電影還有發更暗 我們現在以這一條為最黑為主軸 所以你這邊可以盡量去強調它 像這樣子的布就會有兩種狀況 一種是它到這邊為止是一條布 那另外一種是像這樣子它是轉進去的 那如果是轉進去的你記得就是 這邊要有劍的出現 那像這種沒有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畫為利益一點 像這樣子的話 你記得說這邊的布就可以銳利一點 了解我的意思嗎 一種是布它是沒有這樣轉進去 另外一種是到這樣子的停住 像這個就到這邊停住 所以你這邊要稍微硬一點點 所以你這邊可以稍微壓硬一點點 那這邊的話因為它是這樣轉進去 所以說你這邊還要這樣畫一層淡淡的讓它轉過來 然後再畫一個小小的漸層過來 然後再畫一個小小的漸層過來 還有一層淡它 那是一層淡淡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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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如果要細緻一點 白布其實都還要再上一層淡淡的顏色 而不是全部留白而已 這邊整個白 你還要去分說 這邊其實比較暗到這邊比較亮轉過 你還是要去分 還是要不要去分 對齁,你就先一塊一塊把整個布紋都抓出來 記得齁,到目前為止 你都不要去管上面的紋路 都不要去管上面的紋路 你只要去分布的皺褶,還有布的顏色 例如說這塊布其實比較深,就是打比較深 就這樣子就好了 我不要去管上面的那個 上面的一些皺褶 那比如說這塊布紋的那些花的東西 你現在越去 急著要去掛那個,你就整盤都會亂變齁 這樣那個你就可以刻意地稍微做一下 看不到 駅前方向を望む 機器のあなたを召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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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細緻的地方就把它抓出來 你要畫全部也可以 如果你畫橫的畫就可以像我畫到像 直接畫比較大一張 你就往外面扣 這邊再多畫一點,這邊再多畫 下面再多畫一點,這樣就好了 以後是畫直的,你就會考慮把整尊石膏像都畫進去 那像這邊,像這邊的那個布的皺枕 你也可以,你就可以畫了 你就可以畫這邊的皺枕 我就看你自己 看你自己等一下要怎麼做安排 像這邊的皺枕 把這邊切一下 記得喔,剛開始一定都是用直線去切 你不要,剛開始就去畫那個弧線 你就是都直線切 很快就可以把大致上的形狀 結構都可以切出來 這樣就會很準 那後續你就可以 不用擔心就可以慢慢畫都無所謂 一個一個畫都無所謂 其實都要畫 你如果覺得說 要畫整個會蠻累的 你也可以畫局部就好啦 好 但是,這個桌腳這樣的部分的轉折 你一定要去畫,去練習 因為這個我們一定會常常去碰到 好,那 上一堂課很多同學反映說 桌布都不太會畫 那我們就是 今天就整堂都畫桌布就好 我這樣比較單純一點 好,這邊也是要去分 我在想要是 你也還要去,沒有到 Otto,在來,不再有 那邊的玉石 就要去一點點 好了,這邊報導 你得了嗎 不妙人 你不妙人 你是不妙人 我來照顧面 你不妙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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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天 你不妙人 你不妙人 感谢观看